叶小灯可以连了说 看一下 一叫对吧 准备好了 离这 秉害啊 邀请连线了 邀请竖超限制是什么意思 卡了 卡人了 刚才那个秉害 秉害那啥了 咱们退出连线 退出连线完了 重新连接了就好了 卡了一个 不用吧 不用吧 我是 卡了一个人 上来了 来了 你好各位 几位大主播 有正好心情 今天连我了呢 你为什么说话 我只有一个耳朵能听到 我也是 可能是我麦克风的原因 这个体量下不够 有点闹心 那就这样吧 听一个耳朵 听一个耳朵出 就是这么个意思 方便你们操作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正好一个耳朵 正好 那么就正好 我也带一个耳朵 来 最近聊点什么新话题 小灯 聊什么新话题 大头鹰哥 我连完你以后 那天我还跟独夫说来的 连完你以后 我第二天就疯了 你不能说连完 连完独夫以后 第二天疯的吗 他不在吗 就是就跟你们一圈吧 那为什么以我为首呢 我就没法说了吗 你为什么不能以独夫为首呢 为什么以我为首 跟我有啥关系啊 为啥非得是我的呢 因为这话你是问我的 我先回应你嘛 然后他的已经回应了 这个没毛利 三个人一起连的嘛 最近有什么新话题啊 没有什么新话题啊 我想问问你们平时 这段时间聊些什么东西啊 哎 你有没有感觉 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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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先说 我说啊 不是 我先在你们说之前 我想问一个好不好 就是你们杀连我的同时 是准备跟我聊些什么东西 就第一 我一般实际上觉得 连我有两类主播 一类主播呢 就是给我送光怀来的 比如小灯啊 我认可你 咱给你刷一个什么跑车 刷一个什么抖音一号啊 支持一下你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可能就来者不散了 我们可能 不是 我们可能两者都不是 送光怀来的 我们两者都不是 你想听实话吗 你想听实话吗 我当然想听实话 但你说不说 那在于你了 那我跟你说一个话 你自己品是不是实话吗 上面 你上面这个赛雷呢 是属于就是专制你这种的 赛雷现在播的时间短 完了 所以说那个拿你来长个经验 升个级凑四级开大招 就是刷级数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刷个级 就刷副本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副本了 不是不是 你是属于门口小怪 门口小怪 门口小怪 那是这样说 如果你认为我是门口小怪 那我还真不让你刷了 那你抓金炮 你是大怪 小刀 我尊重你是大怪 新手训练最终负本 新手训练最终boss行吗 我就是一个主播 新手训练最终boss行不行 线上来咱们就聊天 新手训练最终boss不行吗 跟你聊一会儿 什么 你是那个新手 新手叫成最终boss行不行 不需要你抬我 别逃跑人 别逃跑人 那个我躲了点 我躲了点 你俩友好交流一下 你俩友好交流一下 小刀 交流一下认识一下 上面这个 我来见识一下 怎么个友好法 老板你好 我是一个心理主播 就是主要是看 如果你们在聊天过程当中 那个有什么心理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可以帮你们解决 然后做你们的贴心大哥哥 好吗 心理问题 没关系 主要因为我怕等我吵起来 你以后 然后有人破防 然后精神扛不住什么的 我主要是负责关怀这一块的 然后主要 独夫先跟您聊一会儿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您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主要负责心理 情感 这个方面 如果您以后碰到什么 在恋爱当中不顺畅 这种也可以来咨询我 好吧 不是你先问问独夫 他没有 你跟他关怀过没有 就你们俩联合 肯定们之间有受了解了 你关怀他的心理 见不见看 在我们线下已经关怀过了 那独夫也是 你觉得他这个人心里健不健康 我想听你这个 那天就是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怎么了 就感情欲错了呀 哎呀 这种问题也比较多 所以他的问题我已经了解了 然后他今天跟我说 他有一朋友 可能也多少有点这方面 可能不太顺 然后让我来观察一下 那我能听听吗 就他他又没说具体的嘛 就我不就来了解 那今天正好今天在这里 不是几方吗 几方三方四方都在 咱就互相诊断一下呗 不是别诊断我一个人了 对吧 那是可以 所以我说 因为大头鹰 他本来就 他没法诊断 你知道吗 他这个天生就缺陷 你看这字牙裂嘴的 就不用诊断了 不是他不能说缺陷 你这样说他不服了 他粉丝也不得服 怎么能缺陷了他 你看他粉丝绝对服 他粉丝你都不信 来弹幕刷一波 来缺陷扣一 咱就一起这样吧 你要整的话 就三个人一起整一整 好不好 如果是病人的话 看看三个人有没有 都有没有病 小灯 小灯我们重新 我们打个补丁 我们打个补丁 这样是的 我们把几方的观念 我们先打个补丁 升级一下吧 我自认 从大头鹰出道以来 这两三个月 互联网上的美吹少了很多 快乐教育免费医疗 这些人提的越来越少了 拿钱的人当扇子扇的 也越来越少了 自认整治效果非常理想 不知小灯 最近对于美吹这一块 免费医疗快乐教育 先进国家 这一块现在有什么认知 有没有认知不同的地方 不是你就是今天就是 这是独夫老师想问的问题吗 还是这个雷 咋的我不算人 我不能提问题 可以提问题 就是我想就把你们的问题 先问清楚嘛 你是聊哪方面的 如果聊这方面就聊这方面 不是不是 我们一个一个话题来 就是我把我这一块打上补丁 一会儿独夫把他打上补丁 你把你打上补丁 我们重新认知嘛 对不对 行 那个美吹这一块 我觉得我整治挺好 你有没有那个不同观点 我没有什么观点 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到底联的哪些人 哪些人因为你 经过你的连线以后 他有所改变了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王探长 成都阿良 阿全 昨天 你觉得王探长有什么疗效了 王探长给自己聊进去了 聊进去了是什么意思 王探长人 没了 聊进去了是什么意思 人 进去了 你还不明白 杀进去 王探长人 就出不来了 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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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自己聊没了 就是 接着说 对 就是大概这几个人我都聊完 都聊挺明白的 就但凡互联网上对美国有误解的 我基本上都给他们解开了 啊 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美税了 我的补丁打完了 哦 啊 你有没有不同概念 还是你心里挺不服的 我有什么服不服的 就你自己都感觉挺好的 都没有我了吗 对啊 我我希望你打击打击我 我干嘛要打击你呢 就是你比我播的好 做主播来讲你粉丝比我多 你粉丝量比我大 对吧 而且呢 你在你的直播间 火焰气氛 你也听说火焰的挺好 作为个主播来讲 你比我出书啊 比我出色的多 对吧 我有什么好打击你的 这我倒挺欣赏你的 这是客观事实 我一直就说一点 对吧 上一次连你的时候 很多人说 你对大头鹰怎么这么客气 我说人家对我也没有 特别不客气 对吧 咱们就是聊天 你是驴马烂子 人家有从某一点 讲的 你是驴马烂子 不是你是回复我的 还是回复的 你接受话 你接受话 我问了 我问了 咱就换对象了 咱就一个话题 没聊完 换另外一个话题了 不是 小刘你不是说 没什么好说的吗 咱们就换话题了吗 对吧 不是这个话题 他聊了以后 我还是想聊聊的 这个话题 那你聊吧 那你聊吧 我想聊聊这个话题 来来来 超讽有效了 对 你刚才聊那个话题 我还没聊完 你自己上一次 聊那个话题 你说你针对某一些人 对于大漂亮不了解了 你对他们进行某种 讲解 或者帮他们去梳理 这里面有的问题 我就挺好 对吧 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 比如说我没有去过大漂亮 我不了解大漂亮 哪里好 哪里不好 我是不是又应该 尽可能多听一些 去过大漂亮那边人 给我去讲解一下 他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道道 对不对 我觉得很有必要 那么听过你讲完以后 我至少听到一部分真实的 例如有些人 他可能去了以后 过得不是很好 有没有这种人 当然有了 那这种情况是客观事实 当然得承认了 对不对 那么你说他不适合所有人去吗 那也不对 有钱人都去了 司马老师也去了 注意这个兜字 等会我要揪你 给你画重点了 好行 那你先记得个话吧 司马老师也去了 对吧 你大头鹰也去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他不好 你能去吗 这不是自己打自个脸吗 对吧 这个话说出去 别人也不能信 对吧 所以说我只相信客观事实 尽可能相信这种东西 当然有可能我自己的面 也不能代表是真实嘛 我只可能尽可能地去理性一下 不好意思 我插一句 有很多人说我卖炒啊 大家如果看到 我把这个卖 调到上面去的时候 我这个卖是B掉的 所以 大家看看我的卖啊 如果我把这个摁了 所以 大家 我刚刚前面是B卖状态 所以不是我 绝对是独夫的话筒有风噪 不是我 都不是吧 那我把我卖币 是我的吧 我把麦逼了吧 你逼一下 看谁的 我不讲话了 我逼一下看看 是不是是我的 我等会我逼一下 看怎么逼的玩意儿 你这人没了呀 我关机 果然是独夫 是独夫 你开开吧 是独夫 是独夫 你开开吧 是我吗 是你 独夫你使的是笔记本 对吧 我在把胶道插 开大点 对 我现在说话能听到吧 各位 没变 现在好没好 独夫你用的是不是笔记本 是 笔记本风扇是 我风扇开得很小 风扇很小 现在 听不见 我自己都听不见了 那行吧 没事就凑说听吧 没事没事 直接聊吧 小灯聊完了吗 话题 不是还在说吗 你们刚才不是都有噪音吗 嗯嗯 你接说 接说 我这说完以后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 大家觉得符不符合你们的基本判定啊 或者基本的客观的事实啊 符不符合 不符合我和雷格 因为我和雷格不没处计嘛 因为我就觉得咱俩好 然后我们就没处计 我也这么认为 你怎么的现在开始 不是 不是你这说话 这说完以后 就把那个大头鹰哥 一个人就孤立了吗 就是你就有点不符合思议 这样好点 这样好点 你不合全了 想感受一下三鹰战旅部 先感受一下 那咱们行吧 那独符 我给你 独符你这边 或者跟那个赛雷这边 可以跟你那个大头鹰兄聊聊 行 不用不着急 整治一下他 不着急 我先抛个论点 我三人全都在大中国 对吧 他一个人跑到彼岸去了 对对对 来我先抛个 我先抛个论点啊 咱们根据你这个论据 有钱人都去了 然后我们抛个论点出来 论点 你曾经是否也听到同样的话 你可以怀疑有钱人的 品性 但你不能怀疑有钱人的眼光 所以有钱人都去了美国 那就证明美国他肯定还是好 这个是不是你 你想阐述的这么一个观点 我想阐述的是 那个地方 他既然有这么多人趋之入 他一定不可能是像 传说中那么的水深火热 如果那么的水深火热 我干嘛去过苦日子呢 那些人不是犯那个啥吗 对不对 如果说他真的那么美好的话 如果真的那么美好的话 那么有些人去了以后 为什么没有过到他自己 想要的什么阶层月升之类的 也没完成呢 对吧 可见也不是 行 所以说咱们事实求是 我们来那个 我们拿实际情况来举例嘛 比如说有钱人 你所谓的有钱人 我们说个一二三出来 他到了以后 实现了什么阶级月升 他在这享受了什么样的生活 和我所说的有钱人来了以后 甚至有说什么 那个比如说演员 捡一辣罐的 这些事件其实层出不穷 来了以后直接掉档的了 对不对 就是也得出去送外卖了 个国内一问 不是经理 就什么厂长的 来了以后还得送外卖 其实这种呢 我听的反而这种比较多一点 你说一个 我说一个 对不对 你现在刚才提的是谁 举例举的是谁 我举例 大头鹰去了呀 他去了 肯定说明那个地方还不错呗 我在国内那个 正经吉林美广 我们电台的播音员 来了以后 跟我爸面朝黄土 背朝天刷油漆 那就举例你吧 你去了 我说完了 我举例完了 那我也说完了呀 我说我刷油漆 来了以后掉档了 不是 你要掉档了 你指令就回来了 你没回来 指令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只要在这的话 就证明这还是好 对 就是 打个比方啊 对对对 你如果在咱们这里 能够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生活 符合你的要求 你早不就回来了吗 好 按照你这个说 所以 按照你这个说 所以在我的世界里 我认知肯定是美国比中国强 这是你的看法 对对对 就是按照我的认知 我只是问你为啥不回来 对不对 我仅仅只是这个 我为啥不回来 首先 你能不能就是 完全客观的想一下 就是在一个人道中 突然间变换一个生存环境 这件事可行性有多大 如果你认为 什么都是美好的情况下 他为什么不能回来 好 就是没有什么 为什么不能回来的 我告诉你 首先啊 我在这 现实呢 我跟很多人都说过 你既然不看 我就跟你再讲一遍 我在这 现实 我还有别的生意 我有别的生意 我现在临时也撒不开手 再一个 我家不是就我一口人 我妈 我还有三条狗 我还有三条狗 其实回去呢 不是一个费用上面的问题 他挺折腾 折腾完了以后 还能不能适应 这也是个问题 比如我在国内 我也担心 我自己一天无所事事 因为我回去 确实啥也干不了 就我这个水平工作啥的 我感觉我也够呛 所以说呢 你可以鼓励我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谨慎一点 还是不会错的 那至于回不回 我这次年底 我会回去 我年底回去 我要认真考虑一下 我能不能 我在国内能不能待 能待我就不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有衡量说明在思考 对啊 有思考 如果不思考 张嘴直接告诉你 有好有坏 对 如果张嘴直接告诉你 回啥都好 这啥都不好 那就太假了 他美国有没有 他所谓的好 我跟你说啊 我还是那句话 他所谓的好 不针对于外来移民 他有 他不针对于外来移民 我是感受过了 所以说这个话 因为华人在美国 我们说点客观数据 如果不是老板 不是那种 带着很多钱来的这些人 在美国普遍 能接触行业 就这么几个说白了 你认识的美国主播 不是送外卖的 按摩的 干仓库的 餐饮的 要不然的话 就是那个美容美发美甲的 就这五类 有没有说 除了这五类 其他相对高端一点 比如说 整点房地产的 也有 基本上 那我们算六类吧 你说一个社会 就这六类人吗 这个你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说 不对 来 张三在美国玩证券的 玩挺明白 玩基金会 玩挺明白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出来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认为 那就有点一般了 不是 首先第一个 我不认识几个 在大漂亮那边的人 这是第一个 我认识现有四个卖当中 就有一个 你是 那我只能举你的例子 对吧 就刚才你说的 你既然有思考 就说明你有衡量吗 当然 有衡量 说明你在取舍吗 既然有取舍 就说明有利弊吗 对不对 那你既然取舍 有利弊的情况下 说明每个地方 都有好有坏吗 那这种情况下 还咋说 这种利弊 无关于生活环境 其实 大头鹰 其实他说的 其实没错 每个地方有好有坏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呀 这个观点没有问题 他无关于生活环境 所谓的好和坏是什么 我在这儿挣的这个钱 我回国付出 同样的努力 我付出同样的代价 挣不来这个钱 这个是我 我的认知 这是我的认知 我的活是不是 像那种刷碗的 说我天天 站着12个小时 还真不是 我挣这个钱有点巧 就挣巧钱 这个巧钱 以我这个水平回国 我吃不上同样的饭 但是他和本质 不对呀 你干主播回来 不也能干吗 你看 你看独夫也在这边 也几百万粉丝了 那也挺好 主播虽然我现在 在这上面耗费时间很多 但其实他不是我的主导 我有主导 我的主导是拿什么 就是 也不怕 也不怕撒谎 我甚至跟我这边的老板们 也都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个混迹于 在美国洛杉矶 针对于华人群体 混迹于销售一线的 这么一个从销售员干起来 同时在市场领域 又非常有想法的人 但实际上想法 也就是所谓天马行空 然后再加上市场现状 很多人要工作好多年 他就总结这个经验 甚至很多人不善于总结 我又是个善于总结的人 看这个点 我善于总结这个面 我善于总结 然后我挣这个钱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我随便说说话 我就唠唠嗑 然后跟人家打个PPT 告诉人家未来怎么规划 怎么这个东西 就行了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就像咨询 专业咨询一样 但我这个水平 实话实说 国内 你开个小饭店 都不在找我咨询的 啥也不懂 明白明白 就是你最终定位好了 也失所好了 在那个地方 适合于你现在的能力 也适合你现在这种生活 更加 可能就这样说吧 能够提高你生活的质量 生活质量 尽可能地提高 你生活质量 我说实话 你要能听你就听 我说实话 一点没提高 我的生活质量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不怕丢人 我坐在车库里直播 这是个车库 我坐在车库里直播 我门前这个链 拉开了以后 就是一个像 奇列八半的 那个 那个 板游马路 住在华人区 因为啥 我妈她出门不开车 她得走路 能去超市 换那种 就是同样的 这个开销的情况下 换到其他所谓的好区 我妈就得别疯了 她走不出去了 同时呢 我还得养三条狗 这三条狗 也不是哪都让养的 有些城市 它都不让养大狗 我搬家也搬不了 我动也动不了 我在这所体验的生活 就是我现在 跟你们线上风光 连麦 讲话 绝人怎么说 线下 下了波以后 一会儿我就睡觉 我下了波以后 正常美国大白天 我睡觉 下午不开会 我直接就睡觉 睡到下午五六点钟 起来了以后 看他们谁 给直播间连麦 我去连个麦 落会儿科 要不然就回一回 那个视频的评论 完了等到晚上的时候 剪剪视频 剪完视频 第二天早上 我又坐在这开播了 我的生活相当之无聊 所谓体验美国各种好 我这么跟你说 你说什么医疗也好 怎么着也办 我那个医生催 我去体检 已经催了三月了 我都没去 我连门都不怎么出 你说生活质量 这一块不用强调 生活质量 它肯定不会比国内好的 至少我想 就是比如说 晚上我想出去吃 那烧烤都没有电开的 明白吧 所以说你论生活质量 这不用说 我没有 我感受不到任何生活质量 但是好的 我感不感受 感受过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对吧 我也挖过大钱 其他两位卖的 不问题好不好 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赛雷格 我不知道你年龄 就叫你赛雷格吧 没事 我肯定比你小 我02年了 那你比我小了 那就是这样子 赛雷吧 就叫你赛雷 你家养了几条狗 我不养狗 我不养狗 没有宠物 这样比较懒 都不养了没有 我养猫 你养猫是吧 我啥也没养 你这个不怕说 养不起 我自己养活 自己都难 哪敢养三条呢 一条都费劲 说明生活质量还可以吗 你这三条都能养 养狗 说明生活质量还可以 这个肯定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告诉你 你总不能给你家的 不不不 你要了解一个地方 你要了解它的文化 不说好坏 无关于好坏 在美国 养了什么权种 要养了什么权种 您能说吗 我的比例持有量非常高 我养了两只 德木 一条麻犬 都是德木 我养都是大狗 那我也不得光吃饭吧 他应该还得吃那别的东西吧 一个月至少200刀拉底 生活质量不错 还是有爱心 我支持有爱心的人 叶小灯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在跟大头在吵 你的观点就是 美国它有好又不好 是这个意思是吗 我答断你一下 我俩不是在吵 我来在谈 那就讨论 你们在讨论 您的观点就是 美国有好有不好 是这么回事 对吗 我说每个地方 全球每个地方 我认可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争啥 我都认可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肯定有 每个地方肯定都有 他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 然后 你们在争论啥 然后你们怎么不去 舒服大头鹰 不是 大头鹰也是这么觉得的 大头鹰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那你们应该给他诊断一下 你看他也是这么觉得的 应该说 漂亮那个地方 有好有坏 我说了 我跟你连迈的时候 我都说了 你是选择现在去不见吗 我跟你连迈的时候都说了 你选择 你选择听不见吗 我听到了 我说了他有好 他的大部分好 是不针对于 中国移民过来的 或者是全世界外来移民的 他的好全都是给本地人的 有点cold 这样的吗 对 那这些人去的 那不是啥吗 你看你有没有能不能 举个具体示例 比如说这个东西 这分明对于外来就很好 能不能说点实际的 那老师 咱们不能老实打 司马老师 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他那么爱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就说 他为什么去 不是你等会晓得 他去哪了 他漂亮啊 买房了呀 他去了以后 他回来了吗 我想问你 他为什么在那买房了呢 他那么爱的话 为什么把钱送到那个地方去呢 合理吗 如果我有钱 我在全球 180多个地方 我都有房 那我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样 所以他买那个地方 是不是证明 他在那个地方 认为有投资价值 是啊 七伟为什么要送到那个地方去 是不是证明 他有所优势 否则干嘛要买那个 比如值得投资 他也算个优势 他自己说亏了吗 当然了 当然这只是其一 那不是所有 他亏了你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他亏了吗 他自己也自己 亏了那是他自己的事 那是他自己的事 那为什么不送到咱们这 送了或者送到别的地方呢 你看那个司马老师 一说大毛 那都是钢铁红油吗 非常好对吧 那为什么不到那里买房子呢 不是他国内 你怎么知道 不是 那个司马老师国内没有房产 水生活乐的地方去呢 不是那个司马老师 国内没有房产吗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我也不是那个调查局的 对吧 我不知道 那所以他证明了啥呢 他怎么在 所以他证明了一点 如此爱村人 都把自己的房子 愿意买在那边 你告诉我 那个地方完全不好 不是你先 首先你得理解 他不是一套房子 这是个投资行为 然后呢 投资行为 他投哪 在那边 然后呢 找到那边 送他妻儿到外面去 感受对面的水生火热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把他切实的体会 告诉咱们这边人 记住了 那个地方非常水生火热 你们千万别去 我来就上当了 你可千万别来 这是 这是司马老师说的吗 那个地方水生火热 不是 但司马老师的嘴里 每天视频你们不看吗 每天形容那地方 咱们不是没听过的对吧 都知道啊 听过没听过 多少听过一两句吧 不是 那你觉得他说的夸张吗 还是怎么说 那边投资我们的行为 也有 你怎么解释 那算不算是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好啊 对啊 那不就得了吗 对啊 我们这个地方好 他不是我们这里啊 司马老师投资在那里 说明那个地方也有好的 所以他去了呀 对啊 我们都承认 每个地方都有好的地方 那不就得了吗 每个地方都有优点 那不就得了吗 所以哥们你是在证明 你是在试图证明 美国有优点 这个世界上 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 所以你是不是在证明 美国有优点 不是我想证明 是我想要告诉各位 客观事实 是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 对吧 啊 所以说是不是证明 美国他不是 他不是一无是处 肯定不真实 所以是不是证明 他不是一无是处 全是不好的 那肯定不贴合实际呗 是不是这样讲 那肯定是啊 那肯定是啊 哦 那就行了 那就行了 那这个话 就可以聊完了 没聊完呢 所以得出了什么结论 美国好的地方 是房产值得投资 赔了也值 最终我得出的结论 就是你们刚才承认了 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 他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 也不可能只有坏的一面 从你心里头 都这么说呀 我们不是刚才承认的 从你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认为是这样的 对啊 你们都认为是这样的 那这样就是共识了 都废话了 四个脉 同时达成共识 你我都觉得一样 都觉得一样 可以 这点事费了半小时的劲 哥们 对啊 这点事费了半小时的劲 你费劲了你还长了点什么 那个就是票票什么 我这么才八百呀各位 我的支部间都不支持 不是不支持 不是不支持 哥们你不配 我不配吗 就是咱直播间 能不能证明一下 我是配的呀 有没有人证明一下 就我是配的 你看这三个人都比我多了 他说我一个人不配 我这玩意儿是生心了 还得圈点 还得圈点 咱们下一个话题吗 还得圈点 可以吗 可以下一个话题吗 等我等我等我 他说我圈点 我想问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行为 就我的这是圈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圈点 你那个票太少了 来兄弟们圈点 可不可以下一个话题了 等会等我 就让他圈一会儿 他说要圈一点 你让他圈一会儿 让他圈一会儿 那我也圈一下 来给我圈 我都没说过这话 你看你都最多了 你都两关了 就不用了 大家点一下左上角有福袋 可以抢一下红包 咱们进来的朋友 有支持我的支持一把 就是现在他们就是说了 就是我不值 这玩意儿是 我没说啊 我大家左上角 左 左上角有红包可以抢 小灯 小灯那边就是 就是一个墨镜拉倒了 实力有点差呀 我这边没有圈的呗 我这边的人聪明呗 听不懂就这么个意思 我说实话我找老娘很久了 我一直连话题都没聊上过 从来没聊上过 我想找他说一些东西 每回都每回都是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啊 你俩聊 你看独夫老师啊 独夫老师啊 你在你们你的粉丝面前 就是老师级别的 不需要开口 都两万六了 你看 你看我这半来半天 这这三千 对啊 完全比不了啊 比不了 现实情况 所以说就是像咱们刚才讲的 是吧 事实情况 谁偷资谁 对吧 所以说谁好谁赖 还是能体现出来 哎 我也我也赞成那个 各友好 对对对对 在你的粉丝眼里 你肯定是好的 这个无疑的对吧 要不然不会三万七吗 对不对 对 你用大头鹰的话来说 在那圈对吧 对吧 对 那就是谁投资多 谁好 对 就是这个情况 你可以这么认为 在你的粉丝眼里 但绝对是这样子的 没有问题 对 我没有那么意义 在我粉丝的眼里 我应该也不差 对吧 我应该也不差 对但是你这不就是比较少 当然允许我这个自我感觉良好一把啊 嗯嗯你可以嗯 你可以一直感觉良好 啊 咱们下一个话题 我觉得是这样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就是嗯 呃 我觉得你其实也有一种就是 呃 爱国爱家的一种情怀 是不是也有 这没问题吧 呃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除了十字 真的有那些人 被咱们这个村里抓到那些人 就除了十字抓到的人 我可以说大部分人应该都有 嗯嗯 我认同 然后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呃 我其实也看了你不少视频 然后呢 我发现呢 你是这样的 你一直在做这个努力的吹广 这个吹广这个Ukraine的这个 一些个产品 包括他这个啤酒啊 包括他的那个 我看你也穿衣服去那个去去外面逛我 然后你还会说 回来说说哎呀 去穿这个衣服上外面逛我很好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 呃 你跟他这个 就比方说这个Ukraine 这个跟你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或者说你有什么文化上的一些这个认同 你认为你是他的人 还是说是是怎么情况 因为我我我我一直印象当中 你说你自己挺挺爱的 挺爱咱们这的 然后你为什么呃 在做宣传的时候 你不宣传咱们家的一些 比方你家乡的一些产品 是吧 你家乡一些农产品 或者你家乡一些特产 然后你干这个 因为他跟你离了十万八千利远 好像够不着 因为可能你也没去过他吧 你要去过他 或者说是没去过没去过 啊你是你是找对象 可能找到他的人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就没看懂这个行为 你能解释一下这个行为吗 可以解释 你说可以解释 这个话有什么不能解释的 首先啊 就是你说我就是特别支持谁 说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只能这样说 首先我我们都是人 这个共同点 就我们都是人类 对吧 嗯 这个没毛病吗 这个这个如果说人类 你非要去追寻的话 那都是从非洲走过来的 对吧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说我看到我卖他们这些东西 这是个商业行为 卖哪个地方的东西 包括毒夫 你一样啊 你的你的那个里面 有带你自己客 对吧 有带你自己的其他一些东西 对吧 那都是你认为可以带的东西 这是个商业行为 这无可厚非 卖哪个地方都是无可厚非的 对吧 我不能说毒夫 你什么带了一批 关于什么大毛家的东西 你这就是那啥啥 那我不能这么说对吧 那这个商业行为 那我没带 这个东西也没啥可说的 但是可以解释 不过我如果觉得 你还是挺丧心我的 就是我这里面跟毒夫老师的 直播间的粉丝说一句啊 就毒夫老师还挺关心我的 他经常看我视频 甭管他认不认可 他经常看 所以说你们经常在我直播间 带节奏 说毒夫老师不会正眼看你的 你甭管他正眼斜眼 他看了 好吧 这一点首先给你们阐述一下 你们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事实啊 不是事实 好 接着说吧 你说呀 我说完了呀 还要回答什么 你刚才说的点 你也没解释 你为什么去带他这个东西 因为你比方说 我现在带一个 这个什么布基纳法索的一个毛毯 那我肯定有原因的 因为要我都不知道了 懂了吗 然后呢 我都不知道 他有这个啤酒他好喝 我也不知道 这个什么什么 你穿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 嗯 毒夫毒 我问一下 就是这样吧 就是我我就教你毒夫可不可以 因为叫毒夫老师收字太太绕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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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不会显得不礼貌吧 不会显得不礼貌吧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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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是这样的 那个毒夫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 每个商品我们能带的 都是通过精选联盟里面上架的 平台里面精选联盟上架的 对吧 那么在他里面能上架的东西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带的 你选他的原因 选他的原因 就是他这个东西上架了 我看到了 我就点进来 这个没什么毛病吧 就是凑巧吗 你可以说凑巧 你也可以说什么 可以选的也行 哦 那你那你 我就想要问你 凑巧或刻意选的 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 能不能选 那我就问问你啊 你选你选你的产品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吃光我自己 我觉得我为我自己做 我认口我自己 因为我带的就是自己客 没有别的 那我就认可我自己选的产品 我也觉得没毛病 对 你为什么认可呢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我自己选的产品呢 就这样啊 还要去说什么理由呢 你啊 我我我解释一下我自己啊 我先说 我说我认为我自己做的课不错 所以我在卖我的课 那 我是这样的心理 你呢 你能不能类似的回答一下 就是我选的一个产品 人家发过来 我试了感觉不错 我就推幻那个产品了 谁发过来的 谁主动发过来的 商家呀 你商家为什么会主动发过来的 你商家不给你发的样品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选了他呢 只有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商家选了你吗 然后 他你才会 你你就你就确定了 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观点吗 就是我没有权利选择 是这个意思吗 有啊 你当然有权利选择 所以我在问 有权利选择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面 花了没有必要的时间呢 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平台不允许他发 不允许他上架的话 那我就不能选 我没说平台的事 我完全没说平台的事 他能选就说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多半是无意义的 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问题 我认为有意义 那你把你的意义说出来 我听听 那你讲讲你觉得 那问问哪里有意义 我想听一听 当然有意义了 你比方说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我把我自己的家乡农产品带出去了 我认为这个 给我家乡创造了GDP终值 我认为这就有意义 有没有意义 你可以说没有意义 但是我认为有意义 那么你卖他的东西 那我带出去以后 我也有理由啊 那个这个产品 肯定都是我们做外贸的人 已经经过来了 那我带出去以后 我们外贸这些人 他的收入增长了以后 他也可以向他们那个 相应的组织交税 这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座外贸有问题了吗 那些座外贸的人 你在躲什么 你不要躲 你为这个产品 你认为这个产品好在哪 你看 好嘞 怎么就不能说这个问题呢 我就是 我就是有点插不上话 因为我不太了解背景 想插都插不上 很头疼 这是个污粉 他就是在 他就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我就想聊聊 我就想知道 他为什么带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这么确定 就这东西好 那国家 咱们国家有啤酒吗 有啤酒 烟精啤酒 百味啤酒 这些全是啤酒 对吧 国外的国内的都有 但是 咱们的货架上 有那么多国内国外的 什么德国啤酒 他不带 他就带那个啤酒 对吧 那就有原因吧 那我想 我在咱们国家货架上 我都看不见他们的啤酒 为什么他就能带得到 对吧 我就想 找到啤酒 早的了 我怎么出来了呢 我怎么一邀请潮妈 我一邀请潮妈 给我自己踢出去了呢 我嗑你吧 我把你嗑住了吧 嗑地儿 嗑地儿 你有点嗑地儿 咋的了 那个潮妈发表下 发表下意见 啥意见 没啥意见 我看你们来着 我看你们那个什么来着 从连那个荣荣熏机开的时候 我就看着 我没空位 我就没开不饿 我一直看你们来着 不饿就完了 咱整个那个八人 那个八人 刘天市 还能不能再加了 可以的吧 还能加人吗 不能了 可以的吧 四个能 四个人 人数已经达到上限 应该是那种双边开聊天室 一边再八个人 最多能连十个六个人 但是是连线 画面连不了那些 他们网受不了 我主要我是4K 我清楚 掉地上了 发没人接一下 掉地上 我看你这种双边